来耿子家溜达溜达 本来要跟石老师一起来的 结果老伙计放我哥的了 石老师昨天是不是看球的 看德国队 大家也劝劝石老师 本来就一个多月没更新了 现在连朋友都不见了 昨天他给我打电话 说想我了 又来看看我了 后来说来耿子家聚一聚吗 他不来你家 是不是因为你 咋子还跟我掰了 对啊 这种人的评论区 反正我不知道 耿子现在可是大盲眼 因为每样要省了嘛 现在可是寸步不离这个家 一天是酒也不喝了 歌也不唱了 我干好都是有迹可循的 石老师到底干好呢 反正网上最大的说法是 石老师解约了 不跟东北酱混了 都说是合同到期了 价格被谈拢没续约 石老师就不来了 但石老师干啥呀 晚上看球呗 今天有你最喜欢的巴西 对巴西对塞尔维亚嘛 那小队巴西赢定了 什么事不能说太子啊 想想前天的阿根廷 再想想昨天的德国 不想明天上午在房顶上看着你 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的冷门 但是今天巴西不可能爆冷 如果巴西要是数了的话 甚至平了 我立个flag 和洛杉矶找天台费劲 但你看到你家的有房页吗 明天我这上班蹲一天 一定一定一定 你个伙儿 我现在给内娃儿打电话 我还在放放水 好内啊